對呀 嚇你了 嗨 大家好 我是網猴 我今天現在要去裝外推窗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了文山區 最佳叫做黃老闆的補玻璃店 我們今天就是要把這邊 左邊的小玻璃換成外推窗 這個外推窗我是昨天就拿回來台北 因為我剛好這個週末回我老家台南 回台北路上 經過南投他們這個外推窗工廠的地方 我就去拿了 所以呢 首批 不能說首批 是地片 有印上他們Logo 而且是經過改良最終版本地片 不好意思在我手上 好不好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不要把它換成外推窗 好了 進施工 我們先來修理一下 我們來修理一下 我們先來修理一下 我們先去旅行 每天都會有抵抗 我們先來修理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 我们已经离开黄老板的修玻璃店 也就是把这个外推窗安装完成 也不算完成 还没有百分之百 因为它里面有胶 它的胶还没有完全干 所以它现在用一些胶带 把这个玻璃稍微固定在上面 把这个窗户稍微固定在上面 它是说最早最早可以下午5点 就可以把那个胶带撕掉了 但是我想我应该会留到明天早上再撕 但是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保险一点的做法 就是让它更牢固一点点 刚刚也蛮谢谢黄老板的认真帮我上了一课 一开始装的时候我想说 如果它的设计出来是非常非常精密的 就把玻璃拆下来 把外推窗装上去就好 其实它还有很多眉眉角角在里面 之后搞不好会放一集 黄老板的换玻璃 换那个外推窗的小屁股 你应该怎么去做微调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其实重点呢 会放在我把外推窗安装完成这样子 然后明天呢 我正式的把胶带撕下来之后 再告诉大家 完成之后它胶干掉之后啊 我使用起来的一些心得感想 好吗 好了 我们明天见 过了一天 我终于要把这个胶带给撕起来了 它就会是百分之百完成的外推窗啊 呀吼 既然安装完了 我们就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一次Hello Dory的外推窗吧 我现在坐在里面 哦 真的很舒服耶 空气那个流通 好了 废话太多了 开始讲一下 为什么我这次会装外推窗呢 主要就是 我未来可能会有在车上睡觉的一个可能性啊 所以我想说 就是把外推窗装上去 一拿到车 其实我就很想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那时候相对的 所谓的套件啊 这种外推窗套件 非常非常非常的稀少 跟日本的冷气压缩机一样 那时候有看到几家厂商 台制的厂商 但是他们这个 不是这样侧拉的 他们的窗帘 纱窗 不是窗帘啦 纱窗 是上下拉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是那么喜欢 我想要找侧拉的 就是什么这样侧拉的 啊再来国外的 第一个它的售价比较贵 目前我看到国外的大概 差不多说两万左右啦 那这个差不多一万多块钱 好 再来就是这个外推窗 我如果是一百分的话 我大概可以给它八十五分 我还是用一百分算啦 我不知道那什么海力七分 这什么评分标准 本体它是说大概是主要大部分都是不锈钢的 所以它造就了一个就是除了玻璃很重之外 它本体也是蛮重的 全部加起来就是我觉得啦 以重量来讲真的不算轻 我希望如果未来啊 可以换成铝合金的话 就换成铝合金 虽然我知道铝合金相对是比较贵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整体重量真的会减轻非常非常多 然后它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它有这种 纱窗的功能 再来呢就是它前面有两个支架可以往前伸 就有一个小桌板可以使用 还有附上这个小桌板 我觉得这是相当相当的美败 再来是它有做一个防盗锁的设计 它可以扣住那个扣环 然后你要自己 注意要自己去买喔 自己去买两个锁头 然后把它锁住人家就打不开了 你没有锁住的话 它就是也许你在半夜的时候睡觉 做一个通风的功能 那这块木板呢 未来在车上的收纳 我应该是会放在我右手边的 头枕支架下面 刚好那个空间 还蛮适合的 我觉得还不错 只是它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 就是因为它不是百分之百的贴合 所以当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还是有一些异音 未来我可能会用一些布把它包起来 让它不要那么的吵 然后也保护这块木板 然后再来这块玻璃啊 它推出去的时候只会有一段 它出去就是全出去了 它不会有分段 我在想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去购买到这个气压顶杆 让它做有分段的那个调整 不知道啦 未来在想用久一点之后在想 然后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我这个玻璃啊 它不是原本就那么黑的 就是我拿到这块外推窗就非常心急的 贴了隔热纸 所以它看起来是比较黑的 而且是蛮黑的 因为后面两块我贴的比较黑 我希望让它像日本的车子一点 就是前面很透 后面很K这样子 大致上而言它的功能就是这样子 那刚刚说到啊 有一些小缺点 第一点啊 它有点重 再来就是它这个释放按钮 也许不知道啊 也许是新的关系喔 有点紧 真的蛮紧的 而且刚刚因为拍摄的关系 我必须开开关关很多次 我现在这个大拇指有点痛 不知道用久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松一点 但是我也相信它这样的做法 也是为了让它细密性可以是比较好的 再来它还有点特色就是 因为它还有这个机构 它会是比较宽一点点 原本就只有玻璃 然后在外面再加上一层 5mini的玻璃 强化玻璃 所以其实它跟原本的玻璃比起来啊 它会稍微 你从外面看啊 它会稍微凸出来一点点 它这边会有两层 然后你会看到它稍微凸出来一点点 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差啦 就是外面看起来 其实你会 因为我们看久了 你会觉得也有点差异 但是看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未来啊就是我会希望赶快的 把这一块这边装上室内的小桌子 我那个木头其实都已经买了 但就是一直还没有时间 最近自己事情有点太繁杂了 就一直还没有时间弄 也还没有想好最终的解决方案 如果有人有一些蛮好的解决方案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一下 我会非常非常的感激你的好不好 如果把这个小桌子做起来 大家看一下 背对大家一下 在这边就可以使用一下电脑 这边就可以放点小东西放在上面 哇这个生活非常非常的chill 好了那这次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我聊聊天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喔 往后去哪里 下次见 拜拜